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女性为什么会有跟年轻呢 我们要从这个卵超说起 女性的之所以是女性 是因为它具有这个卵超 卵超它就是位于盆腔 两个像扁性人一样的一个内分泌器官 它的长度有四公分 宽度也就三公分 它的厚度比较薄 只有一个公分 那这么大的一个卵超它里面是 像石榴似的 敷备了很多的这个卵子 卵细胞 孩子在妈妈怀孕二十周的时候 这个卵胞的塑料是已经定了的 已经达到最高峰了 最后呢 这座这个胎龄的增加 这座年龄的增加 卵细胞呢 逐渐的一批一批的凋亡 卵胞剩下少一千个的时候 女性呢就绝经了 所以呢绝经以后呢 它就出现一系列的相关的这个问题 这个卵子是干什么的 第一个是为了这个 远返后代 第二个作用呢 除了圈宗接代 女性之所以是女性 在每一个月这个排卵的过程中呢 这个卵胞呢 它产生雌激素 这个雌激素 维持女性所有的它的生理功能 比如说维持这个乳房的发育 维持这个女性它比较苗条 越年轻我们看越苗条 腰比较细 然后臀部呢比较丰满 皮肤呢比较光滑 这个呢就是说 卵巢呢对于女性呢 全身从上到下 从内向外 各个部位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以卵巢功能的摔定呢 会出现一系列的神经内分泌的功能的纹乱 肯定太大将有成之 纪乱普环嘞 那你来给达可 叻子肚定太大back 肯定太大列 肯定太大变子肯定太大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